哎呀,哎呀,终于堵到大老板回来了 干什么 干什么,请你坐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我问你 请你坐,干什么 坐什么坐 那么凶啊,现在那么凶你 走开,让我们过去 为什么要让你过去 为什么要让我过去,这条路就让我过 这条路是你家的 不是我家的,也不是你家的 今天就不要,就是 为什么不要,我问你 为什么,还让我们说吗 你现在在村里,住个大高楼 我家呢,现在还是泥土房的 你为什么不让我妈盖房子呢 还带了个女朋友回来 这种人也有女朋友 肯定是眼神不好 你们活该住老房子,住瓦房 我跟你说 住另一辈子住瓦房 活该,还不是拜你所赐 不是因为你,我们早就起了 起的比你还高呢 活该,这条,我丢不给你们干什么了 那我今天我也让你活该一次 我就不让你过了 哎呀,你们穿怎么还有这样的婆妇啊 你看看是我的婆妇,还是你老公不讲道理 那你干嘛还说我眼神,看上他 你本来就是眼神啊 男朋友不好吗 还不是老公 哦,男朋友 等一下就分枣了 看一下等一下能不能成老婆老公 这个问题怎么那么恶毒 你问一下你的男朋友做了什么好事 你说啊,我家就在啊,你家地的旁边啊 我盖先盖了别墅啊,你想在我家旁边盖 那肯定必须是不行的,跟你说 为什么不行,我又不占你家的地 我占你家的地了吗 虽然说不占,采光问题啊,知道吗 你盖起来啊,把我家的窗户挡住了啊 那个阳光照不进去 你说呢,我会不会给你盖啊 我起个房子,我还得考虑你哦 那不考虑别人啊 那你现在考虑我了吗 你住大高楼了,我们住小平房就是活该是吗 是啊,怎么样啊 那行,那你今天,你也不用过了 哎呀,不跟你说那么多 哦,我叫村长过来 你叫村长出来也是这样 你以为村长不知道这点事情啊 喂,那村长,哎呀,你出来一下 哪个不说,你男朋友不讲道 那个小莫啊,又来这里闹事了 天天闹,天天闹,我都烦死了 你过来一下 啊,快点啊 那你就样一下吧 毕竟我是第一次来的 你让他先让 哎,别跟他们两个说那么多 我们家起了多少次地基呢 全部被他毁坏了 就是第一次来,让你看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 要不然以后啊,真的要你后悔的啊 你们两个是嫉妒我有钱 谁嫉妒你有钱啊 我们没有钱吗 干嘛呢 想问你们 哎呀,干嘛今天人家带女朋友回来 你们就来这里拿着路 村长,你既然来了,你也知道我们 两家存在什么问题 知道啊,问题是人家刚带女朋友回来 有什么事等 人家,女朋友走了再说嘛 就是等今天 等他走了就不好了 等他走了,我也能找到他人吗 你们家,两家的矛盾都闹了很久了 你始终找不到一个好的解决方啊 那村长,你今天就帮我们解决完 我解决,每次叫我去你们都是不听我说了 哎,有怎么用 现在又叫我来了 哎,有怎么用 是他们不讲理 好吧 他不要我们盖房子 我们的地,为什么要我们盖 如果说我不在那里盖的话 你们也不会在那里盖,我跟你说 等了等了等了,别吵了 那么今天是 我们家的地,我们爱在哪儿盖就在哪儿盖 那你就,再不了 那我走了,你们还继续这样了 真的是 我都说了,我天天来你们都是这样吵 有意思吗 快点走开,走开 不走 村长解决 如果要我解决的话就听我说 别让我说那么多 好好好 快点说 今天就把这个事完全解决掉 好吧 行 可以吗 你说个解决方案 如果说我过得去的话 我会让他们的 行 你先说了,你说了啊 那么首先我要批评你 人家在自己家的地盖房子有什么 你为什么不给人家干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你太不讲理了 人家盖人家的土地 你去拦着,你就挡着,阻挠着 去哪里都说不过去啊 他说他要撇着我家的墙来盖 我可没说 那肯定是不行啊 那些可以商量 问题是现在人家盖人家的土地 你这样做法就你都不对 去哪里说都你都不对了 所以你现在就这样有一个臭钱 人家一说盖房子 你马上去那里阻挠 你什么意思 我就不让他盖啊 所以说嘛 那我家的肯定是不行 所以说嘛 太不经理了你 首先要批评你这一点 蛮不经理 你又没有好好地跟他们沟通 盖房子嘛 现在你们就采光问题 可以各样一步嘛 各对退一步嘛 这有什么呢 那你说个方案 行的话就行 不行的话就不行 好吧 说个方案可以 你们你们家啊 谁做主你们 我做主大姐做主 你做主就行了 啊 如果听我说的话 你们家建房子往那边 退屋没 然后他们家那围墙 拆掉 干嘛要拆我家围墙 他退屋没了 那你家那围墙那里 你不用留一点出来啊 本来你家那围墙 就是挡光的 各退一步 现在这叫各退一步 你不能说 啊只当然是他们 让你不让是吧 他们退屋没了 你把那围墙拆掉 也等于是你也退一步了 那么留着一块空地在那里 到时候啊 小孩子出来玩耍 亲戚朋友来了 去那里放车啊 去那里玩了去那里乘凉 打打羽毛球打打乒乓球 聊一下天 那不好吗 那如果说他让出来的地以后 不要不要要回去了吗 肯定不会要回去 你在这里做证明啊 不要说等下你又帮他啊我跟你说 我这个地我可以不要回去 但是这个地我让出来了 也不是让给你的我跟你说 我知道我不要你的啊 都说了各退一步 你退五米 年了你就把我给拆掉 那不是各退一步了吗 他一共都十米在那里了 还张什么张 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我这个我没有意见 你问他 有意见吗 拆掉围墙 等下踩光问题也解决了 是吧 本来他们家那围墙就是挡挡光了 没说那么多了 可以吗 我看那个村长说的挺有理的 那你不是一直觉得踩光问题吗 他家在盖房子挡住你的光线问题 现在你看留十米还不行啊 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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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啊要彻底解决到 以后不能吵了吗 我也不想吵了 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那就对了嘛 啊大家都邻里邻居了 不要为一点小事而争而吵是吧 村长等一下你写个协议吧 哎呀 行行行行 等一下我回去我写个协议 那不是明天你写他要不认账 明天你们各派人去的村委里面去签名 我也没问题啊 好好好 今晚去我家吃饭 去你家吃啊 去我家吃 去我们家吗 真的去我家去我家去了 干脆去我家去去我家去 不说那么多去我家吃 反正你现在同意起房子了 我们很快就可以起那地基了 今天晚上就当吃一个庆祝怎么样 也行 那也行 你带女朋友回来也高兴是吧 大家邻居邻居的啊 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嘛 对啦 最重要是把这多年来的矛盾给解决了 是吧 真的真的 那你先回去准备 等一下我们过去啊 等一下你们先回去啊 等一下我带上我老婆我也过去啊 好 哎呀我还以为是谁呢小默 还以为是谁 你干嘛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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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不用摇了 你跟你老妈过来是干嘛 要钱 要什么钱 要什么钱 我们两个离婚五年了 那当初人家把愿说的好好的一个小孩一千一个月 你都五年了你一分钱你都没给 那是你自己要的小孩啊 我自己要的吗 那是你自己嫌弃的要带两个拖油瓶 影响你找女朋友 你自己不要的 那肯定啊 像现在这样多影响啊 我在去女朋友的路上 你去你女朋友的路上 我不管你反正你拿钱过来 我哪里有钱啊 你没有钱你 这个车怎么来的 这是我女朋友买给我的啊 你真的是一点改变都没有 哎 在干嘛呢 要跟你啊哪有车啊 干嘛啦 什么 他复兴汉啊 渣男一个 还啃完我啦 当初跟他结婚的时候还有一点积蓄 把我的钱榨干了就跟我离婚了 五年了到现在一分抚养费都不给 他是你天赋啊 谁呀你没钱啊 我肯定要找那有钱啊 你看 你看看这种人 不管你找谁 那小孩的抚养费你要给啊 什么事 我自己都没钱我怎么给啊 那小孩你要不要养 是不是你的 我怎么知道啊 我养你现在 你怎么知道 这两个不是你的 难道我自己一个人能把他生出来啊 哎呀反正法院判给你了你就养了 法院是判给我啦 那反正法院也说啦 你每个月必须一个小孩给一千块钱不养费 一个月就两千 五年了你到现在一分钱都不给 但是小孩你自己养嘛 我哪有钱啊 我 我的钱我都是花我女朋友的 那我怎么养 有 我带着他们两个我就没办法去工作 我去工作了又没人看这两个 所以一点怜心都没有 一点言情味都没有 所以你的小孩自己都不养 现在不叫你看小孩 就叫你给抚养费 每个月给多少你就完事了 你都不改 还说把这话在女朋友身上 你也真的是了 你就会再找一个吗 你要抖两个 你自己都懂得 带着两个抖油瓶不好找 你全部推给我 那我现在带着两个 我能找到吗 谁不想过逍遥坏活的生活啊 那你就自己去工作嘛 不找一个去工作嘛 自己赚钱嘛 行行行我去工作 那这两个你去工作 不行不行不行 你带回去 我带回去你就带我去工作 我看着他们我就没办法工作 一步都迈不开 别人怎么可以啊 别人有老人帮助 我哪里有啊 人家提侦 人带两个小孩确实不容易 工作了又没人照顾小孩 照顾小孩了又没法工作 我说上次啊 他们去调皮去那河里面去抓鱼 新农的发现了 早啊早啊不远的话 都不如怎么说了 所以啊上次他们去抓鱼 差一点的就掉到上面去了 就知道了 偏偏不听老妈的话啊 你懂得说了 那你这个做父亲了没多样吗 一天做父亲的责任都没有见到过 不见父亲的责任就算了 一分钱你都不给 你自己监管小孩 我监管 那你也要给钱啊 给钱 我有钱我给啊 拿钱出来 这车都马上起来 还说没钱 拿钱出来了事 对啊 真啰嗦 我看都看不过去了 这我一个男人 一点担当都没有 这么多年了 一分都不给 一分都没给过啊 没给 哎呀别说一分都不给给 给你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男人真的是 配公鸡啊 这是你女朋友给你的零花钱吧 这钱我用上了 准备美花给我 一分都要的 现在给你了 真的是 做了这么多年的小白店 一点都没有改变 那当初跟你的时候 我也是白负每一个 被你炸得干干的 现在一分钱没有了 你一脚把我剔开了 又找过一个 这真的是 那我能怎么办 我要吃饭啊 四四之八达 你能不能去工作 不要老是靠女人 哎呀我们这种是靠劳力的 哪得靠劳力 一二一二一二出来 是我家人的话 我真的恨不得上去 三人二八掌给你 对 赶紧把桌上 有钱的全部拿下来 哪有钱了 没有钱了 几年没给了 干脆夹了 押这部车给你送 五年没给了 要么就把这部车押给我 要不你把它卖了 拿钱给我 先拿着吧 这车都不是我的 这衣服是我女朋友的 有哪样是你的 这衣服是你的吗 这裤子是你的吗 这衣服是你的吗 还有鞋啊 这不是那个内裤 也是女朋友给你买的吧 有这种丟 丟去我们男人的脸 你就下辈子 你去当女人送了 女人你都不会 坐你就坐马座了 你走了 还没错 人家有这个命 你看看你 这个黑不溜秋的 人家就长得一副小白脸的这样 也是啊 我整个拖鞋子 穿鞋套襪了 可以啊 你也这样吧 你先拿着吧 后面我有钱啊 我再给你 我现在急着 去找我女朋友的 行鞋 你急着去找女朋友是吧 我也不阻拦你 你要是五年的抚养费 你要是不给的话 这两个跟着你 这五年了 我带了五年了 也该轮到你来带一带呢 你先带她回去吧 拿着这个钱 你自己想办法 小孩再走啊 小孩 小孩 宝宝 不要怪妈妈啊 等你爸爸什么时候给钱了 妈妈再过来接你们 新话啊 小孩 你再回去啊 小孩 我也走 小孩 我也走 好好养嘛 要你常常做父亲的 小孩 小孩 看看当父亲是什么当啊 好当吗 我也走了啊 哎呀 你们脱腰皮 今天我脱关系 找点钱吧 今天把你送回去给你们老爸 走 小心点啊 看什么呀 不要 我要 帮我们回家 来来来 给个东西的 来 帮我们回家 干嘛丢掉了 干嘛 不要闹脾气了 不就是因为我没有带你去游乐场啊 找什么 直接把它放上去 来 搁妈妈 来来 搁妈妈回家 抱了上來 回媽 跟媽媽回家 不是 跟媽媽一起抱了上來 哎呀 真的是 你們幹嘛 我女兒不聽話 他們抱個小孩這樣扯他 我女兒不聽話 女兒也不能這樣 一個拉頭 一個拉尾的 不就是他放學了 他沒有做作業 我就罵了他兩句 然後他自己就跑出來了 我跟我老公開車到處找 找了好久終於把他找到了 女兒 聽媽媽回去吧 是不是 男啊這種人叫他說他什麼都不聽了 對呀 別說做家屋了 連作業都不寫 快點回去寫作業 你回去吧 不是啊 去嘛 哎呀 不要跟媽媽生氣了好不好 你看他都不願意跟你們 你再誤會我就打你了嗎 不要打小孩 我小孩關你屁事啊 就是啊這是我們家屋式 家屋式也不能打小孩 你說大海啊 管他那麼慌 快點讓開 那就不能打小孩了 你們不能打小孩了嗎 我小孩了 你看 聽到說那麼多 你看你家小孩都不願意回去 走 走 你別囉嗦那麼多 對啊 別囉嗦那麼多 哎呀 你們要坐牢子嗎 哎呀他不聽話啊 哎呀 替我 哎呀 替我 哎呀 替你小心 喂 幹嘛 不聽話就挨打跟你說 你是不是讓我都懷疑你們兩個了 懷疑什麼懷疑 你走開 怎麼懷疑啊 哎 小莫怎麼回事 大吵大吵大吵的啊 他們兩個那扯小孩一個抱著頭 一個抱著腳都 可以啊 覺得有點可疑啊 幹嘛了你們兩個啊 我們的小孩他不聽話我們帶他回去寫作業 等一下 你們兩個 我是他厚嗎 厚嗎 小孩子不會說謊呢 跟你說 哎 就是因為我是他厚嗎 所以他才不承認 那我問呢 小朋友 就是你後面的媽媽嗎 是不是厚嗎 不是我厚嗎 你認識他們嗎 我認識 你看 喂 別跑 哎 別跑 走 你說厚嗎 你們是跑 幹什麼 幹嘛啊 不是 不怎麼動 我們帶小孩我就怎麼動 就是啊 別動 小魚 哎 哎 哎 別動我老公 別動 老實交代 放開我們 放不放 放什麼放 老實交代 有話好好說 別動出 我勸你們別多管閒事啊 對啊 老實交代 我就今天就管定了這個 這個是 我們車子有點錢 你拿錢拿走 哎呀 什麼錢 黑心錢是不是 什麼黑心錢 販賣人口的錢 哪有 你有什麼證據 有什麼證據 現在這個就是證據 就是了 你看這個 幸虧我看見了 我問你們 你們以後還要不要出門 對啊 哦 威脅我們了 我們光明正在 我們 走得上 走得直 快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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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這個不法分子 啊 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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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日之善 敢做這種事情 啊 還有沒有 王法了 啊 大哥 車裡面有錢 你們拿著錢走啊 更一隻眼 閉隻眼 算了 你們那些錢 不知道要販賣了多少個小孩 得到的錢 就是了 大家都混狗飯吃 幹了多少回了 你看 沒有 就這一回 哪也 這就是哪也天天遇到的 哎呀 這一回的啊 真的是 你到我了 你自己都承認了 快點拿點錢走了 走了 對啊 拿點錢走了 我跟你說 不要跟錢過不去 錢是萬能的 沒有錢萬能不能拿點錢走了 還拿著還拿錢說話 你這種黑心錢 誰要你的黑心錢啊 就是嗎 哎 都不知道破壞了多少個家庭 真的是 啊 想要錢不會踏踏踏實實去工作啊 幹嘛要幹這種事情啊 這個來錢壞 來錢壞 你看這女人真的是 哎呀別打了 你抓著一個 你就毀了一朵祖國的花朵 你知道嗎 這不是沒抓成嗎 誰抓成 如果在我們 我們沒看到呢 就是了 我要是不來早一點 你們就把它抬上車了 就是嗎 他也搖過我們嘛 出飯出飯 出飯 剛才自己都承認了 現在還狡辯 大家都是混狗飯吃 對啊 這樣一直演 被一直演算了 對啊 混狗飯吃 這樣有必須有 這樣一直也必須一直演的嗎 我們也不容易 哎呀 什麼不容易 長那麼大個 有手有腳的 什麼事情不好幹 可以看這種黑心的事 家裡面上有樓下有血了 你以為我們容易啊 家裡面還有我逃逃逃捕的小孩 這種話就不用跟我們說了 現在被抓住了就懂得賣可憐了 又不是嗎 等到警察局 你好好再跟那些人說 不要跟我們說 好吧 哎呀 你還搖過我們嗎 搖你們 誰搖過他們啊 就是啊 人家才那麼小 人家才那麼小啊 大概也就五六歲啊 你以為忍心嗎 啊 你良心過得去嗎 你毀了人家的家庭 又毀了你自己的家庭了 就是嗎 都怪你老公 叫你不要幹了 你偏偏要幹 你看 這就好了 你看 直接直接送派出所去 不用跟他們說那麼多 哎呀 我忙你們一次吧 我去也得去 我不會 小愛你也去 小妹妹等等啊 走走走 我不會 愛 我不會 我不會 中中肥 哈哈哈哈哈哈 什麼事 一二 五 八 不對 看見你這樣我都 走了走了跟我回去了 等我回去了 帶你回去 哎呀 好吃啊 哎呀 你要不要來 哎呀 別吃啊 你要不要來吃 我都好吃啊 哎呀 你真是的 回去回去回去 回去了 回去了 哎呀 你真是的 哎呀 我都拿你沒辦法了 我要怎麼辦啊 老弟啊 你什麼時候清醒啊 哎呀 我的命怎麼那麼苦 你要不要吃 哎呀 你就知道吃吃吃 你了解我 都被你耽誤走 老姑娘了 哎呀 你真是的 哎呀 老爸呀 你看你生了什麼仔啊 哎呀 我太委屈了 我真的 哎 中中 哎哎 哎 幹嘛幹嘛 幹嘛 什麼你哭的嗎 哎呀 你看看這種啊 哎呀 你老弟又發病了 哎呀 比以前還要更嚴重啊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了 現在 回去 照顧他 我照顧我一個女人 我照顧他 哎呀 你別吃了 什麼都放嘴巴 哎呀 哎呀 不要不要 走走走 哎呀 你看看 你先去那邊玩 哎呀 去那邊玩 哎呀 那邊有 有很多面包啊 去那邊 哎呀 村長 你說我現在也一把年紀了 我這些年為了照顧他 我都 自己的終身大事都耽誤了 到現在都嫁不出去 是啊 哎呀 你爸媽又去世了 走 又有一個這樣的老弟 人家都不願意接受我這樣 那我放他一個人在家嘛 你看他這樣子 哎呀 你說我怎麼辦啊 要不這樣吧 我去幫你找個好人家看看 誰願意接受你的 我要 我要帶他去的了 這個我明白肯定的 去看看哪個 哪個男人願意接受 現在 哎呀 也不是我沒辦法 現在很多男的 娶不到老婆 是吧 女的就不求嫁 我就怕人家嫌棄我 我要帶著他 哎呀 說不定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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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管了 哎呀 我們長生事了 你們去那邊 你去那邊是玩的 哎呀 真的是 你說這種怎麼辦 人家哪裡會接受 放心了 放心了 我幫你誤射一個 哥哥現在 大把多男人 哎呀 好狂哦 你快點嗎 快點嗎 過來啊 找到人生了 哎 我幫你誤射一個 現在應該大把的男人 娶不到老婆了 哎 你回家等一下 等一下我 我馬上 屋射好了 馬上下午就幫你去 哎呀 我帶他回去了 我帶他回去了 對對對 起來啦 回去啦 哎 等一下你 等一下你 你別帶他去哦 那不帶他去怎麼行 他 我放他一個人在家 我也不放心啊 你看他現在 等一下 你一帶人家去 一帶他去 人家看見就怕了 那不行 我必須要帶他去啊 我家裡沒人看啊 哎行行行 那你回家等下去吧 啊啊啊啊 我先走了 走了走了 那我吃 走走走走 你怎麼了 哎呀 肥癡啦 就是這裡了 老弟啊 不要再犯病了 你姐能不能嫁出去 就看這回了 聽話點啊 聽話點啊 哎呀 什麼什麼 什麼病啊 哎呀 你就跟他說沒用了 叫人家 這個叫二牛 他也有四十歲了 就說年紀可能老一點 人就比較瘦小一點 但是哎 是個男人放心了 得了 我現在也不要求那麼多了 你要他能接受 我們姐弟倆就行了 阿牛 啊 阿牛 站緊一點 站緊一點 喂 這樣講啊 哎呀 有一個好消息 好消息 有一種美事 什麼美事啊 我 要老婆嗎 老婆啊 啊 這個 對呀 你看挺可以的 是吧 可以啊 介紹給你 我不是見你啊 你看你都四十歲了 都 家裡面又沒有父母 又沒有兄弟姐妹 就你一個人 前娶過老婆 難啊 現在人家 有車有房 娶老婆都難啊 更何況你這種 背景 是吧 所以說今天 我就帶了這個美女過來 也有三十多歲了 你看怎麼樣 三十歲 嗯 哎呀 只要他不嫌棄 如果他不嫌棄的話 我是沒什麼問題 哎呀 哎呀 這個是誰啊 這是他弟 他弟啊 幹嘛帶你弟過來幹嘛啊 我實話跟你說吧 我就是為了照顧我弟 我終身大戶才耽誤到這個年紀的 對啊 我實話跟你說吧 他家裡面現在也是他 剩他他們兩個人 父母也是去世了 他弟啊 哎呀 發生了車禍就變成這樣了 哎呦 我的頭髮好痛啊 哎呦 這麼可憐啊 你看你看你看 他 這個美女就是因為照顧他弟 所以說把中生大事給耽誤了 現在 說白了 很多人就 嫌棄他 啊 他必須得照顧他 他弟 去了哪裡都得 帶上他弟 說白了 你娶了他就得接受他的弟 這樣啊 啊 哎呀 之後很難辦哦 重重 哎呀你看他 他這樣 按鈕 生活不能用你的 你看 可以他可以治理的 只是說這段時間 沒有 沒去買藥 他就病情嚴重一點 哎呀 吃藥他可以控制的 按鈕你先跟我說 哎呀 哎呀 超玩 哎呀 像小孩子的樣子 要不要上來 要不要活的吧 要不要活的吧 先跟我說 先聽我說 你不管他能不能幹活 有他 有他姐照顧他 你放心啦 對啊 我照顧他 不用 不會麻煩到你的 他只是吃吃 給他吃點飯就可以了 是啊 你得考慮一下 你的 那個前途啊 你的下一代問題 你現在你看 你都這麼大年紀了 再不取一個 你以後 說不定就打光棍了 跟你說 現在 你看這位美女是頂不錯了 就答應他弟而已 他弟再說了 也不需要你多大的去照顧 由他姐來照顧 是吧 你每天出去 多掙點錢回來就是啦 你看我一個人怎麼掙錢呢 我又 孤生逸 你看 後瓦房的 你看他帶弟過來的話 我要照顧他弟 而且他成的話 要理金錢 我去哪裡找啊 沒有那麼多錢啊 你放心啦 你只要接受我 我帶我弟嫁過來 我一分彩禮錢我都不要的 哎呦 彩禮錢都不要 不要不要 真的 只要你 而且他不用你照顧 我來照顧就行了 省了30萬啊 阿劉 不然的話你舉個樓 我給30萬 你去哪裡這樣 現在你省了30萬啊 照顧考慮可以考慮一下 那平時把他掛起來可以嗎 神經啊你 他當作什麼 沒有我可以帶他去幹活的 平時我也是帶他出去幹活的 是啊 他他幹活 他弟就在旁邊玩耍 就可以了 他不會亂跑的 反正你不用多操心 你去外面多掙點錢回來就可以了 那這樣也可以吧 我怕他亂跑啊 不會亂跑的 他不會亂跑的 他都會跟在我後面的 那就這樣了 定了嗎 這個沒問題吧 你要他願意我也願意了 那不是都省下幾十萬啊 是啊 你說白撿一下老婆 哎呀 還整個地 哎呀 哎那就 這樣定了嗎 改天 可以吧 你們繳那個護個本來 進手 把分子給辦了 然後請街本的女兒來喝上幾桌 嗯 那可以吧 嗯 那先進來煮飯吃吧 我也沒問題 吃不吃 先不吃了吧 我回去收 跟他收拾一下給你 什麼 去擋擋嗎 哎呀 你去擋擋嗎 要擋擋 要擋擋 要吃個飯了 進來吃個飯啊 進來吃個飯啊 進來去 躺在裡面 躺在裡面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打開 撞好 擋桌 打開 讓一下好不好 大哥 幹嘛 什麼意思 沒看到我 是分車啊 哎呀 沒有吉斯啊 大哥 你讓一下 輕輕好 行不行 跟得很急 很急啊 天大的吉斯 都 吉不了 我 我結婚 我结婚是天大的启示 知道吗 今天最大就是我 你赶紧让开让开 我知道你是婚车最大 我也明白 但是我也不得已啊 今天我 现在又赶赶了 赶我们也赶 给个红包 你让一下吧 我们急着赶去拜堂 我也很赶啊 我 我真的很急啊 大哥你先让一下行不行 我求求你们了 别说那么多 给个红包给他 我们也很着急 你看我们及时马上就到了 我老婆快要伤了 什么快伤了 对啊 哎呀 她没有那么快的 这肚子有点痛而已 她还要十多个重了可能 怎么现在重得不得了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啊 很痛苦啊 生小孩 哎呀 这就是小事情 大结婚的 人家老人都说了 结婚遇到孕妇 是啊不吉利的 不能退我 不能退 反正我们今天我们这辆高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但我老婆你自己看一下 这个肚子中 那个阳水已经破了 刚刚在车上啊 你推往 推到前面那里就让啊 我们过去就可以了 人家两条生命啊 你们赶紧让一下吧 哎你这个帮谁说话呢你啊 一定也是生命啊 对啊 主要说就原命生交欺负 服务生命第一啊 永远 生命摆在第一位 你知道吗 我一辈子的幸福啊 不能够往后退 知道吗 那你们就当 形象积德啦好不好 我肚子好痛 哎呀老婆老婆 哎呀老公要不我们让一下吧 要什么一辈子的幸福啊 老人都说了 而且出门的时候 我爸妈特别交代 千斤万手说 不能够后退 哎可是你 只能永返持钱 看真的哎 因为了 你看他 哎呀 如果你们不让的话 我就 我就这样拉着他 先去医院了 就救我车了 不能拉的 反正我不能这样 哎呀 你就当是救人嘛 你帮谁呢你啊 你不想要幸福呢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真的负担不起啊 我想要幸福啊 但是你看现在人命关天啊 我不管你那么多 让开 哎大哥你就行啊 我走这话又上来 老婆坚持住啊 去哪里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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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大哥 你叫你让开啊 你不让路 你也不能够去撑扯人家 对呀 不能够动了他一起啦 你这样不行了会难缠的 他看着很严重啊 无恙 我不能抱一辈子的幸福 就会在他的身上 什么 我现在还不嫁给你 那你让不让开 什么意思 快点了 人家要生了 你小孩生下半路怎么办 会上没事的 那种什么 我一辈子的幸福啊 你给我记住啊 你给我记住 你也是啊 退回去了 一辈子的幸福就回到你的身边 我最近查了十几年想不到你是这种没有爱心 一点都不懂得体验人家 那以后万一我也是大度来也这样遇到这种事情呢 我不管你 我问你今天你嫁无家 你先让开我去嫁给你 无家 老公好痛啊 你怎么这样子啊 你新娘管 你让不让 行 我算认清你了啊 无家就无家 我一不娶了 跟你说 我也认清你了 想不到你是这种 一辈子的幸福就回家你 哎呀哎呀哎呀 抓到你了 还活到这样子啊 快活到这样子 我把他 我立立他往后退 好 来来来 往上车 来来来 快快快 你啊 真是的 快点 快点啦 我去另取他人 你快点没有 那这个我们又缓给你啊 我们走了 真是的 走 讓他們先逛 慢點開球 快點把他送去醫院 走 走了 小莫 快點出來 我知道錯了 給個機會給我 老公現在一家了 你怎麼也來 你們怎麼來這裡幹嘛 我們來報恩 這是我老婆家你們快點看看 安妍 老婆你叫他 老婆 誰在外面那麼吵 你又來幹嘛 安妍 好可愛 我看你幹什麼 你不打理我 打理你幹什麼 都有你的感情 他不是上個月 有點面子上個月 不開我們過那個 新南瓜 是啊就是他不肯讓路 現在我知道錯了 我回去我把這些事情告訴我老婆 他們很冷的批評了我一段 叫我過來一定要過來跟你 陪你道歉 你原諒我一次給一次機會給我 嫁給我好不好 一個多月了 你敲門我都不開 你就應該知道 我對你現在是什麼態度了 我今天不是來 陪你道歉嗎 我不需要這個陪你道歉 你走開 不要這樣 走不走 給這機會行不行 給這機會 走不走 我總算是看清楚 你這種人 真是的 大人也不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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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兒子還是女兒 兒子 恭喜你們 當時真的多得你寬容大量 能體諒我 讓他們母子平安 太感謝你了 今天特意帶點禮品來 來就來了 那麼客氣 你拿著 應該的 哎呀 上次因為 因為我們都是 讓你的那個新南瓜都排排跑了 所以這是你看 我們把我們的地帶過來 你看 對啊 這麼高大 帥氣 我上次就是 這個大姐 對啊 這個大姐 都是她體諒 不想我呢 都不知道怎麼辦 耽誤了 如果那意義上說 如果再耽誤一分鐘的話 後果不堪設想 也就像你說的一樣 救人一命 送到階級浮屠 何況你老婆 兩條命呢 是啊 那真謝謝你 非常感謝你 沒事沒事 對啊 這證明我們有緣啊 是啊 對啊 你看今天還把你婚事搞黃了 要你看我們的地怎麼樣 對啊 我們的地還沒有女朋友哦 他一聽說你的事情呢 都非要帶我們過來 過來看看你想認識你 他覺得你這麼有愛心 他是想認識認識你 順便如果可以的話 他想跟你交談個朋友 你看 我是沒什麼問題 你看我家這種條件 我怕你弟看不上我 怎麼會看不上呢 你這麼有愛心 你看 而且你跟我小孩這麼有緣 乾脆這樣嘛 我把它認識你乾媽行不行 這個可以啊 這個可以 最好能來個親上家親 更加好了 對啊 肯定親上家親 你看 你看 他都願意嫁給我們弟了 就張愚 現在我們已經成了親家了 對啊 對啊 以後就變成我弟媳了 對啊 那我是沒什麼意見的 我怕你弟嫌棄啊 對嫌不嫌棄 對啊 這 不嫌棄 看吧 我其實我弟很老實的 他都不懂說話 其實他把裡面的話 都是放在心裡面 因為是一見面 他就不好意思跟你表達 看出來了 對啊 他就比較喜歡用行動來證明 那種 是不是 那 那 這樣吧 說嫁的話又太早了 我們先談一段時間 對 先交往 要不這樣吧 我們出去吃個飯 然後 好好報答按援 對對 第一個好好報答按援 第二個讓他們可以有個時間 好好交流 那 大哥大早 小夢 我們就先 我先放好這東西 我放紅 來那麼客氣 那拿著就行了 放這裡吧 放這裡 來 生命給我乾兒子個紅包 哎呦 真的太謝謝了 謝謝乾媽 謝謝乾媽 那我們一起去吧 走